接著我們要上來叫做常見的有機化合物 我們要介紹一些最簡單最容易的有機化合物的種類 第一件事情是我們要告訴你有機化合物 它組成的元素很少 但是它的構成的數目非常多 比無機多非常非常非常多 這問題出在探友四隻手 可以跟別人接 它可以一串一串的接 一串一串的接 也可以繞成一圈的接 一圈的去接 去接東西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探的旁邊 如果都是接氫是一種 你把氫換成綠是一種 一個氫換成綠是一種 兩個氫換成綠又是另外一種 它還可以有所謂的雙劍或者是三劍 這個我們國中完全沒有教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可以變化有無限多種 所以它可以有無限多的化合物 接一長串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十個一百個 然後呢會繞一圈還可以繞兩圈 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還有無限多個 那麼這件事呢在去年繞了一個笑話 這位號稱的化學老師 他畫了一個碳有六隻手 他畫出來碳有六隻手 這個是錯的 結果他被人家恥笑 狡猾啊 他因為去年說 丙溪造成高雄氣爆嘛 那丙溪應該長這樣 丙溪應該長這樣 這樣還是四隻手 他畫了六隻手 他畫錯了 我畫錯了 OK 還號稱是化學教師 真是快 算了 然後呢 我們前面教過說 存物質就是有一定的組成 我們跟你講 一定的組成是包含它組成原子的 種類 樹木跟排列方式 如果種類不同 氯化鈉氧化銅 種類不同 不一樣化合物 樹木不同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不一樣化合物 還有一種叫做排列方式不同 雖然組成元素的種類一樣 樹木一樣 但是排列方式不一樣 它也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這個我們國中只舉一個例子 你高中會學一坨拉股的 各種XX液購物 好那你剛剛在玩 我都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 甲銘跟乙醇 如果你看它的寫它的分子式原子的種類跟素 就都是C2H6O 可它的排列方法不一樣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化合物 它有不一樣的性質 這種東西我們稱為同分異購物 什麼叫做同分 什麼叫做同分 同分子式 也就是組成原子的種類跟樹木一樣 異購物就是排列方式 構造不一樣 所以就是種類一樣 樹木一樣 排列方式不一樣 這種東西叫做同分異購物 國中只有一個例子 就是它就把它記好 甲銘跟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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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同分異購物 那所以如果你寫C2H6O 人家知不知道你在寫誰啊 不曉得 所以為了讓我們能夠曉得你在寫誰 所以在有計畫物 我們會寫所謂的四性質 四性質就是我們會在分類上 我們會找出一個特徵 這個特徵稱之為官能基 我們把官能基寫出來 你看到了這個官能基 你就知道說它是誰 比如說我們的乙醇 它的官能基就是OH 就把OH寫出來 你看到OH就是它是什麼 它是醇類 那迷了就是仰在中間挑扁蛋 仰在中間挑扁蛋 左邊一火右邊一火 前兩天在Facebook上 有人就畫了一個假謎 問它什麼東西 那另外一個它的筆單態度又說 你畫的叫做二假謎 簡稱叫做假謎 為什麼叫二假謎 仰在中間挑扁蛋 左邊一個假雞 右邊一個假雞 就叫做二假謎 所以簡稱假謎 就叫做 你就把O寫在中間 我就算你寫誰 你寫的是謎類 OK 所以把特徵寫出來 官能基寫出來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什麼東西 這個叫做視性視 我們在有機化物那邊 我們基本上都寫都叫做視性視 把特徵表達出來 把特徵表達出來 這就是先跟各位簡單的說明 有機化物構成的原子等原子的種類不多 但是呢 揍成的數目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探有四隻手 可以無限制的接下去 還有一些其他的現象 然後要請你注意 有一個排列方式不同 同分 異購物 我們只舉一個例子叫做 假謎跟乙醇 那如何分別 我們要寫視性視 把官能基寫表達出來 這樣就對了 OK